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那时候开始西亚摇公就来访烧 西亚社会是非常喜欢中国的陶瓷的 青花陶只是形成一种 还有山柴啊 龙雪的金池啊 定瑶的白池啊 他们也访烧 我们为什么要到外国去做发掘 我如果不去做发掘 我都不知道中国陶瓷对外国陶器有这么大的贡献 通过海外考古 让张良人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去那儿发掘呢 是想了解欧耀草原的冶金技术的传播 俄亚基斯科是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发源 然后穿过新疆北部进入哈德格斯坦 然后到俄罗斯 跟俄罗斯的另外一条大鹅叫厄碧河 以后进入北冰洋 我们发掘那个遗址呢 就在俄亚基斯科的不远 西边草原 在俄罗斯呢 我们前前后后在那儿发掘了两个遗址 两个遗址呢 都是俄罗斯青龙时代的 也是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 这么个时期段的 采访中 张良人海童记者讲述了一次考古经历 我们就是发掘了一座土丘 它的位置在伊朗的东北部 建筑废区里面就有很多的桃片啊 动物骨头啊 还有各类各样的文物 所以在伊朗呢 它烧桃器的历史很悠久 还有烧玻璃的历史也很有趣 他们就用这些黏土 加上沙子 再加玻璃 形成了一种新的材料 这种材料 质地可以跟我们的瓷器的胎很接近 模仿更早的中国的 邓谣白瓷啊 还有长沙谣的那个彩瓷 往说完了以后 就可以比较便宜的价格 卖给那个中层和下层的这个东西 张良人认为 积极参与海外考古工作 可以拓宽中国考古学者的眼界 打开了视野了 到国外去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带去的不光是 跟中国学者合作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会带南大的老师 中国科学院的老师 然后呢 我们会让其他国家的学者参与去 我们有很好的发掘技术 他们有研究力量 跟伊朗本地的考古学家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团队 发现在伊朗出土的中国陶瓷 还有本地 姚公在各个年代时期 仿烧的这么一些产品 一开始是仿烧 后来他就是自己创烧的特色的东西 据统计 截至2022年 中国已经派出了36支考古队 奔赴21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考古发掘作业 未来 中外考古学者将携手同行 不断探索人类共同的历史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我们中国学者的事业也打开了 我们也意识到 需要研究中国考古 还是需要知道外国考古 带着我们的经费 带着我们的研究人员 去中亚 去西亚 去非洲做发掘 那么实际上就是 帮助他们做发掘 中医联合发掘项目 我们不光是做伊朗考古 还是做培养伊朗考古方向的研究生 我们作为大学老师 必须需要做的事情 也是全世界考古做的一个贡献